中共高层内斗激烈 网民也热烈讨论 据中共官媒报道 北京当局针对近期的军车进京 北京出事等传言展开调查 抓捕了6名网民 并关闭了16个网站 另外 中国两大社交网站 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 都同时发出了通告 声称要集中清理这些 所谓的有害资讯谣言 因此从3月31号至4月3号 整整三天 停止评论功能 网民认为 此举严重侵害了言论自由